办公室里剧烈摇晃 桌上铁柜上的资料夹 文件和电脑通通被震到地上 日本在2011年3月11号当天 发生瑞士规模9.0大地震 这场地震更被日本人称为 东日本大震灾 当年夺走的人命 加上失踪人数 总共超过2.2万人 这次强症引发大海啸 造成沿海地区大规模破坏 才让死伤情况如此惨重 历经311和1923年的 关东大地震等致命天灾后 日本人从中学到教训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日本每次强症后就会检视损害情况 并更新建筑法规 而且在建筑物的抗震工程上 不断有新的改变 日本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抗震装置 像是东京晴空塔内 就有类似台北101阻尼器的抗震法宝 这种中柱是用钢筋水泥打造 底部的三分之一处和塔不相连 上面则设计成可自动摇动 当地震来临时中柱和清空塔的震动幅度不同 也就能互相抵消力道 减少剧烈摇晃的程度 另外还有纺织业者将百年传承技术 转化为建筑防震利器 这间公司端出拿手绝活 将碳纤维编织成弦 在一根根绑定在建筑物外墙上 当地震来袭建筑往一边倾斜时 另一边的弦就会拉住它 固定住建筑物本体 除了建筑之外 日本在新干线的避震上 也花了不少心思 伸出在全球地震最频繁的地区 日本更从上到下年年进行演练 随时保持防災意识 沖省电力公司两百多名员工 模拟规模五以上的地震 三十分钟后海啸就要来袭的 防災SOP 还要训练员工如何在断电后 快速恢复供电 日本在防震上的用心 不只能够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 也能提供给台湾等其他多镇国家或地区 一个借禁与参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